我們現在開始講一些只會在PayPal 2A才出現的概念概念 由於剛剛先前我們講了Kuro 我反而想先講realization realization來講什麼呢? 為什麼會接著講這個呢? 其實都有點含意 只是PayPal 2A 啦 先講解決定 realization來講主要是跟revenue有關的 那這裡看看revenue should be realized 那when是什麼時候呢? 看看這三個情況 第一個 When a sale is completed oh 啊 Service is reformed OK 即是說要是Service是完成了 或者是完成了Service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應該是Amount是要很清晰告訴你 應該是怎樣去處理的 objectively determined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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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才可以recognize 當是你的Sales呢? 第一就是你一定完成了你的買賣 或者完成了你的Service 那什麼叫完成了你的買賣呢? 那是不是就這樣買了貨出去 那簽合約就是呢? 那這個呢 就要牽涉到下面的application 就是什麼時候才可以recognize 做Sales呢? 一定要有一樣東西呢 就是說 When goods are delivered 即是說你要確認 那個goods是送了OK? Deliver 還有你的客戶是要收到的OK? 那我們先recognize 那張呢 先叫做 叫做是一個正確的收 所以呢 基本上很多時候你會見到 你有收過的包裹 你會知道 送到去的時候 他一定要你簽回一張 單 啊!代表收貨 那你就要簽 所以那一刻呢 才確認了他 是 叫做真的買出那件貨 OK 那 另外我問 喂 A 舉個例子 我買貨很簡單而已 你舉個例子 可能你去淘寶 那你買了一些東西 送了來 那買了出去 那你又簽那張收貨單 那就OK啦 是吧? 那麼 amount你應該沒理由不知道 你買的時候已經知道 即使你計算匯率也好 那所以 為什麼叫amount objective determined呢? 因為有些情況 就比較特別 譬如說 你是做一些工程的項目 OK 工程項目 可能你分很多期的 OK 你分很多期的時候 可能我整單工程 可能我分開三期去處理 那麼我 Phase 1 完成了 Phase 2 Phase 3 未做完 那麼我是不是進去三個 Phase的amount 進去呢? 沒有可能的嘛 因為你Phase 1 剛剛才完成 所以你SELVES 第二 amount objective determined 就是說 你去到那個位的時候 工程價值是多少呢? 所以你 譬如Phase 1 那我就這樣進去多少數呢? 所以這個呢 就要考過 會計師的判斷 就是說amount objective determined 就是 基本上很多時候 這些Case 都是做一些 特別是一些 有不同stages的project 我們呢 就會牽涉到第二個 第三個 colonability assured 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 就是要確保 你那件事買得到 一定是收得到 才可以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會叫realize 那麼 為什麼會有 所以你記得 第二個 point 通常我們 都會去做 一些 stages in the project 就是說 哪一個stages ok stages stages in the project 行不行 對 這個就比較特別少少的 ok 那為什麼要有realization呢?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同價一樣 都是增加realability 就是 不是有收入 不是有收入 OK 那但是有時候 有些難度的就是 那我什麼時候 去判斷真是說 我真的叫做 賣了東西 那那個time 那就比較難去制定 ok ok 那所以呢 realization的point 就會是這樣去處理 那所以 你會看到realization的point 其實跟aclue都幾次 因為它 但是記得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realization 主力 一定是說revenue ok 所以你看到基本上revenue 你可以 搭realization 多於比較多 而aclue通常 他會搭 expenses 那個case 是會比較多 的 而反而更多 用realization 所以aclue的話 一定是 基本上是 for expenses realization 通常就是for revenue 那這裡 我們 我們呢 就把那個 情況 Determine 告訴大家 吧